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靠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 可能跟以前那些演一些像百合什么这些比较柔柔弱弱 也不是柔弱 就是那种生活环境可能不太一样 生活环境不一样 那你觉得现实生活中的你和包小镜 有什么相同点以及不同点呢 就是你本人 相同点啊 相同点就是 就是我我觉得我跟包小镜一样 就属于那种看起来还比较就是傲娇 但是其实内心就比较憨憨厚厚 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那些坏心眼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包小镜就是有一点是 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喜欢的人 他会竭尽全力的去争取 那如果我遇到就是我的梦想 或者是说我特别喜欢的人 我可能也会去争取一下 那就是你怎么看待剧中和你CP的张冠森 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 这个包小镜和麦克之间的关系 简单剧透一下 那故事多了 对那我觉得大家看剧吧 就是一定是就是 这三段CP里面不一样的调味剂 就是一定会给你们很惊喜惊吓的感觉 就是很精彩 惊喜还是惊吓 惊喜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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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余悦 问一下杨夕 简单介绍一下 你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剧中这个角色叫金慧 他其实是一个很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性格 然后他虽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但是他平时生活中一点就不交纵 然后很随性 然后是一个很简单很开朗的一个女孩 那面对这个霸道又帅气的小程总 你在里面是喜欢成立的是吗 这个问题 其实我那个剧中呢 跟成立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吧 就处得更多的更是兄弟的感觉 那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从小到大的 然后还有一个王栋 然后后面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但是具体是什么呢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那就先不剧透了是吧 对对对 那现实生活中你觉得 男孩子身上什么样的品质 会更容易吸引你呢 我觉得一定得善良吧 善良 对善良 然后还有需要的是 一定要尊敬长辈 对我觉得这个品质 是非常优秀的 也是比较传统的 我觉得这些是一定需要具备的 善良又孝顺 是吗 对对对 那我看我们的那个预告中 有很多比较家居的 比较家居的画面 那你在生活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也是比较家居的吗 对 因为我巨蝎座 其实还比较居家 然后平时没什么事的话 就喜欢宅在家里看看剧啊 然后听听乐啊 就这种 但是其实在此之外呢 喜欢旅游 喜欢也是比较随性一点 简单一点的这样的生活吧 是的 巨蝎座是比较顾家的 那感谢二位啊 期待二位以后 更加精彩的表现 我们先到来一下 稍坐休息好吗 谢谢